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跟七个男人结了婚 然后一个一个都死了 如果假设有复活的话 最后这个在复活的时候 这个女人应该属于哪一个妻子的丈夫 耶稣基督跟他讲 复活以后我们像天使一样 不娶也不嫁 所以这个在天堂里面 没有这个是哪一个丈夫的问题 妻子属于哪一个丈夫的问题 后来因为他们相信荆棘篇 所以耶稣基督讲 在荆棘篇里面 天主跟梅瑟说 天主跟梅瑟说 我是亚巴郎的 伊撒格的 还有亚克伯的天主 天主跟梅瑟讲话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三个圣主已经死亡了 如果说没有复活的话 那这三个是死人 天主讲这句话就没什么意义 可是天主还跟梅瑟说 我是亚巴郎 伊撒格 雅各伯的天主 意思就是说 我是活人的 能够复活人的天主 所以有复活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个故事关于复活 一个很出名的人叫洛克菲勒 他从小就决定要赚大钱 所以他33岁的时候 就赚了第一个100万美金 他43岁的时候 他控制的是一个世界最大的公司 他53岁的时候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亿万美金 不过这个财富好像没有带给他愉快 结果他生了一种病 是他脱毛症 好像他的眉毛和头发全部掉光了 看起来像一个干干的木乃伊 虽然说他每一个礼拜 可以赚到100万美金 可是他只能吃牛奶跟饼干 所以他过日子过得也很不开心 他全部冰州的人都很讨厌他 所以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保镖 所以他很痛苦睡不着 然后后来有一天他突然有一个灵光闪过 他就开始这个是把他的钱捐出来 捐给教会 也给很多慈善机构 最后他就成立了一个洛克斐勒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后来就制造了药 盘尼西林 所以可以从这个整个洛克斐勒的生活来看 他初期上半辈子做的就是巧取豪夺 用尽力气去赚钱 到了下半辈子他开始知道怎么去施舍 可以看他 他好像是从一个很丑陋的毛毛虫 变成一个蝴蝶 就是美丽的蝴蝶 所以复活的故事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懂 我们身体的细胞每七年全部换新一次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生命也不断在死亡 也不断在复活 这些小的死亡跟小的复活 一起在我们生命中常常发生 最后我们可能要真正的要复活 所以今天这个有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是可以复活 所以希望我祝福你们的 怀着一个复活的希望来过生活 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失望 因为我们知道复活以后 我们要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 祝福你们